国际新闻王 真相部落网 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 全球现在疫情持续的在升温当中 尤其当中是印度 已经深陷了疫情第二波的大爆发 而台湾的本土个案 也不断的快速增加 这一次的确诊者当中 有特种行业的工作者 复杂的接触对象 让这一次的疫调更加困难 也因为当中有非常活跃的确诊者 确诊之前就已经趴趴走 让这一波的风暴持续的蔓延当中 但之前神童阿南德曾经说过 5月26号会有超级血月 血月有可能会带来极大的灾难 会带来什么样的凶灾呢 待会都会带您来揭秘 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 文史工作者刘灿荣 新童好 大家好 知识媒体员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前刑事警官高任何 新童好 大家好 知识媒体员姜中博 认同观众朋友大家好 刚提到的超级血月 5月26号就要登场了 而现在其实全台湾 大家都在担心 这一波的疫情 有没有可能会扩散当中 而且会不会进入 第三级的防疫警戒 会不会真如阿南德所说的 对 我们台湾自己 现在在进入防疫 第三级的抗战 我们知道现在万华地区 是比较紧张的 包括和平医院 现在是否可能会封愿的话 成为一个不逃一的翻版 大家也都持续把焦点灌在那身上 但我们都希望这不要发生 可是却有一个预言者 从2019年一路就神准到现在 而他再次所做出的预言 就让大家开始有一点点不寒而在 这位是谁呢 就是你所说现在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印度有一位神童叫阿南德 阿南德他又说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先来卖个关子 先回顾他之前说的什么 然后他说的准不准 好 我们来看2019年 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 阿南德当时语出近人说 世界会爆发一种疫情 而且这个疫情会一路从 2020年的时候开始大爆发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什么疫情 2020年大家应该会是一个 攒机的一年 就没想到他讲完没有多久 新冠肺炎疫情就从2020年的年初 在世界上到处蔓延 所以那时候大家觉得怎么那么准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 就开始告诉大家 这个疫情可能来得快 去得快 没有 他反而让大家更紧张 因为在去年的3月 阿南德说这个疫情不会消失 而且画面中的他还讲会一路 这个疫情会严重到2021年9月10月 来 观众朋友 换算一下 2021年的9月10月 等于是我们现在讲话的同时 再过几个月嘛 对不对 那他怎么可能会在2020年3月的时候 他就能够省准的这样讲呢 那到底准不准 那你去比照2019年 他就讲了2020年会大爆发 那似乎大家真的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嘛 对不对 好 那他讲到疫情 监峰会在今年的9月11月大爆发 可是前阵子他突然就加码说 他说5月26号要特别小心 我们来算一下 5月26号等于是他说高峰期 9月10月的前三四个月 如果以科学的角度来讲 你说病毒要在9月10月大爆发的话 那的确他需要一个酝酿情嘛 比方说印度现在不就正在酝酿吗 酝酿之后 然后他可能才会全世界一个大破口嘛 那5月26号刚好那一天会有什么事情呢 他要提醒大家要小心 因为5月26号是一个超级血月的日子 就是我们讲的超级日时 月亮会变色 好 那其实血月 月时 在东方西方宗教观点来看 的确都是一个不吉祥的征兆 包括东方的宗教认为那是灾难的前兆 而西方的宗教者认为 是黑暗力量的出没 包括吸血鬼 包括恶魔等等 这个我们还是要讲 大家在各两大宗教上面的看法 是不同的 但是都代表着邪恶与灾难 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大陆的CDC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叫吴尊友 偏偏 他真的这么巧 在4月29号 30号的时候 他发表了一段谈话 让大陆的很多的民众触目惊心 他说大陆的部分城市 已经检测出印度变异冠状病毒毒株 而且他那时候讲话的时候 他语代保留 他说部分城市 他没有说什么城市 你知道他那时候这样讲 等于是间接地告诉你 印度 我刚刚说 这世界的破口已经有病毒 有可能会经由边境 经由入境进入到大陆去 那这时候很多人就讲 那你说到底是哪个城市 他又不说 好 那这个印度变异冠状病毒毒株 到底有没有被控制 也不说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但不说终究有人会去看 有人会去查 还有发病了 迟早会发病 后来果然在5月的时候 从重庆入境的三个人 他就发病了 被检测出来就是印度的病毒毒株 是 变种病毒毒株 好 那这么一推敲 如果我们刚刚讲 一脉相承阿南德的逻辑 他说9月至10月会大爆发 然后5月是酝酿情 现在刚好是超级血月 而就在4月底5月初的时候 大陆的流行避血所席专家 也证实说现在有印度变种病毒株 进入了大陆 结果大家再去翻了一下 过去的资料 发现过去曾经有一个民间的高人 他预言过这段话 真的 大家再去对照 他说人间下一波的疫情大爆发 将开始于印度 不就是现在印度 对 然后温神带兵再次转战 中国大陆再去对照 吴尊友说的话 现在很多大陆的人 开始在担心了 有没有可能印度这个破口 加上阿南德的预言 加上吴尊友的证实 大陆有可能在9月10月 就是阿南德口中所说的 那病毒再起的高峰地区呢 好 接下来要带您关心的是一起刑案 这是国立中正大学 刘姓女大神 她已经失踪了14年 当年其实家属就怀疑 她的软性男友 应该是涉嫌非常重大的 但是迟迟都没有证据 但没有想到这名软性男子的阿嬷 6年前跟这个女生一样 都是离奇的失踪 就像是人先蒸发一样 后来警方逮捕她 她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究竟是不是她杀害了阿嬷的女友 其实这件案子现在充满了疑云 你知道吗 因为她的阿嬷在7年前失踪 对不对 她的女朋友 就是这个流星女子有没有 她在14年前离奇就失踪了 现在这两个案子都已经扣向她 所以警方前几天就把她逮捕归来 可是你知道吗 她把她逮捕的时候就很夸张 把她带进中庭她家的家里面 要去搜索的过程之中 她竟然跟保全露出那种 很诡异的笑容你知道吗 后来警方把她带出来 要在那个电梯里面 问她一些问题的时候 她又在电梯对着那个监视器 又露出了一抹微笑这样 后来把她带出来之后对不对 要上了警车之后 她那个时候又跟中庭里面的人 打招呼 脸上又露出那种很诡异的笑容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说 你不是有涉案吗 现在警察12个刑警 押着你走的时候 你看我们看这个画面 对 她现在神色匆容 竟然还露出那种微笑 人家就讲说 这个是一个很诡异的神秘微笑 到底是怎么样 怎么说 其实这个软性男子 她从小就有一些很奇怪的 行为举止出来 因为她爸爸早年在她8岁的时候 就是因为喝酒意外 就摔死之后 她妈妈就离家出走 又改嫁给别人 所以是由她的爷爷奶奶 把她带大 那爷爷奶奶是退休军人 所以领有退休奉 所以把她一路很辛苦的 把她带大 可是你知道吗 她妹妹之前就出来讲说 其实她们小时候 她曾经捡过一只猫回家 那只猫捡回家之后 隔天怎么那只猫 怎么找都找不到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她整个猫带回去的话 捡回去要干嘛 是把她肢解杀害掉的 她不是拿回去养 不是 她是把她肢解 干嘛 她是想要读医学院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那个猫很残酷 在她小时候 就已经干过这种事情了 好 那接下来 长大之后她更夸张 她竟然在2014年 偽造文书 侵吞她阿公的遺产 你知道吗 偽造文书还假借她的 她的阿嬷跟她妹妹的名义 簽了一堆本票 要求法院给她奖制执行 就把这个钱 后来还盗领她阿嬷的存款 你知道吗 所以她就觉得很奇怪说 可是更夸张的是 她盗领存款之前 她阿嬷竟然就失踪了 你去拎紧 拎紧阿嬷的网友 对 那钱拎 拎出来 那个时候后来就觉得很奇怪 不仅她盗领阿嬷存款 遗产之外 你看她阿嬷不是军人 退休军人 每年都退休军 可以进到一个存折里面 那里面的钱早就被她领光了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很奇怪 她妹妹当初就质疑她说 有什么阿嬷的钱 你也可以跟她拎走 对不对 那应该是留下 因为阿嬷至少现在 还不知道死了没有 她只是失踪而已 那你为什么会这样 好 她一听之后就很火大 竟然对她亲生妹妹 两个相依为命一起长大的 因为她怕她鼓梁 那个什么 鼻梁骨折你知道吗 而且更夸张的 竟然拿电极棒 还逼着她 还从15楼的楼梯 往14楼这样往下推你知道吗 她个性很凶残 对啊 幸好她妹妹 那个时候抱着她有没有 两个人才一起滚下去 邻居发现 变变变变变 才报警赶快把她处理 而且后来她要跟她讲说 她曾经 她妹妹也展示那个手机简讯 她曾经跟她哥哥讲说 你也对阿嬷比较好起来 她竟然回她什么时候 我对她已经够仁慈了 好 那我们现在讲回来 这个刘静女学生的话 那个2007年那一天 就是因为她在庆生 回家 回彰化 家里面帮她庆生之后 那你不是要返回学校吗 她爸爸那天还带她去火车站 坐火车回到明雄你知道 可是从此之后 这个女学生就不见了 同学很奇怪 已经毕业在即要考毕业考了 而且谢思彦前也脚了 对不对 为什么她突然间会失踪 而且那个时候 唯一一个最有嫌疑的 就是这个软性男子 因为他们两个当时在交往 对不对 所以警方就把问题就留在这 好 那警方 刚才讲说到这个软性男子家 里面去搜索之后 搜索到什么 之前一度传出来说 曾经有在家里面 住处搜出骨骸 对不对 可是后来证实 那是一个女性的牙齿 那这个女性的牙齿 究竟是她阿嬷的牙齿 还是这个 这个流行女子 因为以前我们在很多刑案里面 都会发现说 今天如果杀害了一个最喜欢的人 或自爱的人 他通常会保留他身体上的一些器官 或者是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牙齿现在警方 现在要进行一个比对 对 那到底这个牙齿是她阿嬷的 还是这个失踪的流行女学生 如果一旦比对出来有证据的话 这个案子应该就有一些眉目 那可是我跟你讲 这个案子 这个女学生失踪14年 其实最辛苦的是谁 最可憐 她家人 对 你知道吗 从她失踪之后 她爸爸一直不相信 她的女儿失踪 而且他们那时候去求神问卜 那个神明都跟他们 降师都讲说 还换呢 所以他们就抱着 那降师有希望 对 就抱着这一丝的希望 你知道这个流行女学生的爸爸 竟然连续45天 每天在彰化 她工作完下班之后 就开着车到民窮 这个女学生租屋处 就在楼下坐在那边等 等到天亮 连续45天 她就觉得说 我的女儿不可能就这样消失 对不对 因为她留在最后的硬价 就是说她回家之后 全家人把她庆生的那个画面 她怎么可能会相信 女儿就消失 所以这个案子 我发现警方应该要赶快 努力的侦办 到底这个软嫌的奶奶 还有这个流行女学生 他们现在到底身在何处这样 行案终究还是会有 水落石出的一天 我们要看的是这一起案件 这是23年前 发生在台北市闻山区 有一个电脑维修行的老板娘 她被歹徒刺杀了 二十多刀惨死 那么警方其实只在现场 采集到了一枚邪指纹 但是抓不到凶手 据说这个命案发生之后 这一个店面 其实有承租给很多的房客 不过大家都在里面 发生了一些诡异的事件 要来问一下警官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件案子发生在1997年的4月8号 那天下午我在我们分局 那是文山二分局的刑事单位 我里面值班 那值班那天大约下午4 5点 我的组长姓洪 他就说任何你开着车 带我去我们其他的单位查勤 那我把车子从警美分局开出来 往警钟路右转 左转就是消防队 一刹那那个无线电 车上无线电叫得很急促 就紧急资源紧急资源 在警美街 离那边有一所大学 四叉大学 旁边就是一个桥 我那时候在那边念书 这个案件我印象也非常深刻 我把车停在警美国小 我跟我组长两个人步行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 好几部的救护车 还有一些我们摩托车 线上巡逻的 那我到现场去的时候 里面一看到一个玻璃的门窗 它是一个电脑公司 报案的人他是苏姓女子 被害人的一个先生 那我看到地上的血不夸张 大约0.5公分厚 留这么多啊 都是厚 几乎黑色变成咖啡色 然后桌上 电脑上 地上躺着一名女子 侧脸趴在地上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她 眼睛瞪得很大 那整个墙壁那个血 不是这样喷溅的 就像你拿的墨汁 整个往墙壁上泼 那下手要很凶殘才有可能这样子 第一个 她伸中27刀 每一个颈部的地方 是 她颈部有7刀 看得到很深的洞 那伤到大动脉的时候 那个血会乱喷 所以整间房子都是血 那因为整个地上都是脚印 有救护人员的脚印 有她先生的脚印 那脚印它有分两种 第一种就是说 案发现场的时候 这个女者 那个死者 她还没有被杀的时候 她的脚印在血则的下面 但是血流出来的时候 凶手要离开的时候 会踏着脚印离开 对 还有救护人员进去的时候 会踏着脚印进去 所以脚印 因为踩来踩去 已经没办法踩到任何的激震 所以激震就没了 没了 那第二个在塑胶袋上 一个塑胶袋上 我们那时候有我的老师 谢松赛他率领 我们就是台北市监视小组 到现场来 他们第二波接我们 现场做采证的时候 塑胶袋上采到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指纹 那一个实质的指纹 非常明显 那在桌上还有抽屉 采到了三枚不完整的指纹 根据现场 它是有大约7万多块的台币 是 不见了 因为他先生送货回来的时候 发现抽屉里面的钱被拿走了 那有指纹 没有特定对象 你没有办法掌握 到底是哪个是凶险 所以这个案子 就延宕了一段时间之后 长性男子就是太太被杀害了 他也心情不好 就收一收屋电脑公司了 是 房东还是要租 你那个实弹二十几年前 没有什么叫凶宅要告知 所以当时他一样招租 比如说他有开了一个冰浪摊 以前冰浪摊它是24小时 晚上都有个冰浪小姐在顾摊 对 他会觉得在顾摊的时候 电灯啪 熄掉了 以我们警察的角度说 把这个房子老旧了 接触不良这没什么 可是邻居跟他讲 你这个家以前死鸡人啊 怕也怕对了 害怕 害怕一次两次就不想做了 是 马上再换个 租给个外配 做越南的一个小吃 对 也是莫名其妙的 会听到蹦蹦蹦的声音 可是他觉得 因为很多外配他不信这些东西的 也是经过左右邻居讲 你那个地方有发生过什么案子 女生一个人固定会害怕 也不住了 最奇怪的就是说 其实我讲很多报导都有在报导 他的隔壁 因为他那个房子是老旧的房子 所以隔音也不太好 他隔壁住的一个姓李 木子李的一个健身教练 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就听到女生在哭 在唾气 健身教练半夜一两点的时候 直接敲了墙壁 碰 碰 碰 敲了墙壁 他说你在哭的这个人 你是不是被杀害的那个女生 他还这么大胆 对 很大胆 他说如果你是被杀害的那个女生 你晚上来找我托梦 有吗 没有 没有 这样看不是 对 那过了两年 这个房子就是陆陆续续出租 陆陆续续出租 到了有一天 一个姓王的男子 这个姓王的老板他住中和 在新北市的中永和 他本身在做茶叶的行业 从中永和跑到这边要来租房子 他在中永和做二楼 他的店面在二楼 那他就晚上睡觉 梦到有一个人拿一张纸条给他说 你去景美街 哪个地址来租这个房子 这么玄奇 然后他就真的照地址就来了 他就照地址来 打给张姓房东 房东要跟他讲 这个发生什么事 他说没关系 我就要租这个地方 他搬进来之后 晚上睡觉 他说梦到一名女子跪在她的前面 说可不可以请你后面的一些无形的 来帮我做主 这王姓的男子回答他说 你的案子不是我在争办 但是有一天会还给你公道 我只想来好好工作 结果他一工作工作17年 很顺利在那个地方 前面都怪怪的 17年到现在还在工作 但是很低调 他完全不提这些事情 是 我刚讲2015年的时候 刑事局有一套机器 对 冷暗的 然后突然有一天 一个我们的记证是一个女生姓高 啪 一声 他说 对 她都自己讲说她是个姬婆姐 结果比对到了 比对到一个姓饶的一个男子 比对下来之后发现说 这个饶姓男子 他2006年曾经有吸毒 那吸毒什么 我们刚刚讲 被抓了 会拆子文 对 他2000年去服役 2006年吸毒 有被采子文采到了 所以比对出来有12个共同点是 就是这个饶姓男子了 可是这个饶姓男子当时在哪里 在新庄做水果批发 带着他的同居人和两个小孩 那文商热分局就专业人员 跟刑事局专业人员 去到新庄准备要逮捕他的时候 在路上直接跟他 刚好他带着他同居人跟两个小孩 就直接跟他讲 这19年来你睡得好不好 先这样子问他 对 他弄了一下 就马上说 没错 那是我干的案子 而那一天是1月26号 1月20号 发生的时候是4月8号 差两个月又几天就刚好满20年追溯期了 所以在追溯期之内就抓到他了 对 那到我们现在没有所谓这个追溯期的事情 当时的时空被检还有追溯期20年 他就没事了 他就出来讲承认说我就是凶手也无罪 所以他当时被逮到的是 因为他当时只有15岁有减刑 他也还了那个常先生家属200万 所以当时判了他11年 应该也差不多快关回来了 好 真的做坏事还是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另外要再看到的是 我们知道在北韩 你只要忤逆金正恩就会被判决 那么你偷看韩剧也会被枪决 不过你知道吗 女艺人拍迷片也会被枪决 但之前就有一个国民女星 她偷偷拍了AV影片遭到了枪决 但北北是拍这种清凉影片 北韩的邓丽君 玄松岳 怎么也不会被枪决 是 最近北韩的爆料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你知道北韩有一个法 叫做反动思想文化排斥法 讲白话一点 就是你绝对不可以被外来的西方文化 或者是我们的竞争国南韩的文化 所影响到最后你想反动 有这个法 那我们现在不是用命在换 看这个南韩连续剧吗 好 所以大家现在就开始怕了 其实北韩早年有一个 清纯派的国民旅行 清纯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叫辨美香 他有多清纯 你知道当初他一炮而红的片 演的是一部北韩的女军医官 为国壮烈牺牲 怎么样 够不够清纯 够不够正派 够不够让大家觉得 他是国民女神 是 好 他后来轰击一时的时候 他曾经拍过一部片 好像是什么女学生的日记 还能够到这个 看称影展去播出 是没有得奖 但是以国外参展影片去播出 这样的人在北韩应该享有一个 一定上的文化地位 对不对 可是 可是 这个爆料者就讲 他说后来就有一个军二代 可能也许是连拐带片吧 一个军二代 他是一个富商 他就找了辨美香 去当 去当AV女優 就你讲的迷片 英文叫Pong Pong Pong 迷片 去当AV女優 这跟我刚才讲的 玄松月拍的那个 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拍了这个片 为了怕在国内流传的话 会有事 所以他们是出口到国外去 卖到国外去 卖到国外去 看不到 的确还真没看到 所以好像神不知鬼不觉 骗骗 骗骗的爆料者就讲 说这部片里头有一幕场景 就我们讲这个AV 迷片里面有一个场景 什么场景 所以我挂了一件外套 然后那外套上面 有北韩领导人授予的勋章 人家一看那就是来自于北韩 不得了 就查 结果北韩就开始查 因为我们讲这个是 二零一几年代的时期 就查啦... 就是后来查出来 抓到人 抓到人 抓得到一辈 北韩是动用北韩国家的力量 去抓这些拍迷片的人 大家来看 君二代除脚型 摄影师 那女主角变美香呢 当时她是悬而未决 上头没有对她做出处置 但还以为说她可能跑过一劫 不 原来上头之所以悬而未决 是怎么样处决她 才会让大家看了 心惊胆战 后来在众多演艺人士面前 就把一堆演艺人士叫过来 你们通通过来 大家也想说什么事 是有什么典礼还是聚会 没有观看那个厨使典礼 好 那你现在知道 便敏香的下场是这样 大家又年轻一代的就会想到 旋松月之前传出说也有拍了 性感的影片 他怎么没事情 她不但没事情 爱高声你知道吗 你知道选松月大家都晓得 前几年 因为传出有拍这个不雅的影片 然后很多人说她被处决 对 因为有一段时间没出来 消失一阵子 对不对 就后来她再出现的时候 既然她进入了北韩的权力中心 她现在所担任的官职 相当于文化部长这样的一个官职 那大家就会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她逃过枪决还生官 后来大家就开始去查 查她 就翻出了一段她的罗曼史 说他们觉得旋松月之所以 不死不降反生 不死反超生 反活更开心 原因是因为金正恩保他 其实当时就有人就讲 金正恩是什么时候 回北韩的2000年 千禧年 他当时从瑞士留学回来 回来之后他就进入了 金日成大学念书 结果他就在那个年 那个年遇到了玄宗月 玄宗月那时候年轻 他是我讲的 他是电子乐团的歌手 有一次他跟他爸爸金正恩 去观赏玄宗月电子乐团的表演 一见钟情 旁边的人就提醒这位太子爷 人家有男朋友 男朋友男朋友要怎样 照样只要他们那个 电子乐团的那些 有聚餐 有活动都去参加 要追求人家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想要进水楼台先得乐 就后来真的两个人就勾搭上了 在一起 对 就在一起了 可是到了2006年 突然选中乐就隐退 退出电子乐团了 然后没多久了 就嫁人了 有人就说对啊 那怎么回事 人家就讲说因为在这六年当中 2000年到2006年当中 他爸爸反对 他爸爸觉得奇怪了 儿子阿恩 你怎么可以跟玄宗月在一起呢 对不对 所以他就2006年 玄宗月就黯然离开了金正恩 然后后来就退隐了 隐退之后就结婚了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大家后来发现到了2011年的时候 2011年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恩 走了 走了没有老爸管了 所以这时候他们就把 旧情可以复燃 地下情变成了半 半知情 地下情变成半知情 半公开的状态 然后带着玄宗月等于说就是 让大家都知道说他就是我的 重要的女生 重要的女性 伴侣 这样子 就无独有偶的 2012年 当时玄宗月在台上表演 被人家发现一大八道 然后后来没多久就产下一女 人家就讲 那女的爹可能就是金正恩 好了 你听完这扑朔迷离的罗曼史 从2000年一路讲到2012年 而且还起起伏伏 一下可以在一起 一下老爸反对又不能在一起 后来又隐退又结婚 后来又生小孩又可能是金正恩的 就有一个人出来讲话 北韩有一个部长级的人出来爆料 说你都欧北韩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不然怎样 这就是我刚刚留下伏笔的 她说其实玄宗月之所以能够 一路扶摇直上 她的爱人不是金正恩 是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恩 这太扯了 这版本升级了 升级了 那这个部长级的爆料怎么讲呢 来 我还原给观众朋友听 她说其实是2000年的时候 金正恩跟她的父亲金正恩 去看了这个电子乐团的表演 就是歌手玄宗月在唱歌 她的父亲对她一见钟情 所以就和她就变成了 地下情 她在外面的感情很好的红份之景 所以金正恩跟玄宗月 根本从容到尾没有任何关系 是她爸爸 而且她爸爸那时候 为了要捧玄宗月 曾经下过这个令 大家看 她说只有玄宗月唱的君妈的姑娘 推口嫂的小伙子 跟未来很美丽 这三首歌可以在 朝鲜中央电视台播放 其他人唱的歌不行 不行 朝鲜中央电视台播放 那可是要有正当性的 对不对 只有她唱的歌可以 好 那如果说他们两个 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段 那金正恩他不是有一个 国母 朝鲜国母的母亲 叫高英姬 那高英姬被放在何处 你知道当时很多人就讲 金正恩绝对不可能 跟玄宗月在一起 因为如果是这样 你把女学主放在何处 那同样的 那如果你们现在把她 另讲成说她是跟金正恩在一起 那你把高英姬 就是金正恩的母亲放在何处 有人就说没有啊 其实当时金正日 她本来有盖了一个叫 万寿台的剧场 是送给她的妻子 也就是她的母亲高英姬 因为高英姬是万寿台剧场 舞蹈演员出身 她是盖了一个万寿台 表演的这个剧场 送给她的妻子 可是后来她妻子走了 死了 你知道吗 她父亲马上就把这个剧场 转送给玄宗月隶属的电子乐团 然后把里面她母亲 原来出生的那个剧场给赶走 但是我先声明 这是这个部长级的人的爆料 但不管怎么样 他们在北韩老一代的人 只要再提到玄宗月的 这样的一个八卦时 他们都会说 玄宗月背后的男人 不是金正恩 是金正日 欢迎回到571新闻王 来看到的是印度的大胡结 吸引了900万人来参加 这个宗教盛会 完全是无视于第二波的疫情 来势汹汹 那么当中其实有一位80岁的高僧 他其实在这个大胡结之后 他就染疫了被确诊 而且要被隔离 不过他连夜的逃离了数千里 返回家乡跟家人相聚 结果造成了村庄当中 有13个人确诊死亡 可以说是这个超级传播者 但要问一下社长了 你看现在印度的疫情这么严重 这些人真的无视疫情 他对宗教真的这么狂热 对 新董 我们讲说印度疫情之惨烈 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惊心动魄 可是你看他们大胡结 动辄900万人去 大胡结曾经最高 几乎到1亿人参加 印度宗教是狂热 由此可见 然后你看他们 人民党的那个议员 人民党议员说 大家喝牛尿可以治病 可以治瘟疫 牛尿 牛尿 对 这个其实不是现在 这其实属于他们宗教 狂热的一环 所以他们的很多想法 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甚至你看印度 我们看这个照片 他们用这个杯子 就是在这个牛很热 最新鲜的 就等到他尿尿 尿尿的时候拿起来就好 而且可可可乐 可可乐在全世界最大竞争对手 是哪里 百事可乐 是 没错 在印度不是 在印度他碰到这个 你看这个拿着这个罐子 这个是什么 牛要汽水 用牛要做的汽水 打败你可可可乐 卖得比可可可乐还好 你看这个超商里面 这边你看这个 它上面其实会有标示 牛的标示也没有 这个就是牛尿 太可怕了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喝牛尿 包括疫苗罐头都有 所以印度这种国家 你很难去想象 那我特别要讲 我今天其实有带这本书 这是一套书 这五本 叫历史上的大瘟疫 它记录很多世界各国 跟各个年代发生的瘟疫 我很惊讶是他在最后 书最后有做一个统计 有好几页 最后一页它是到1900到193年 30年间全世界他统计是要死亡 死亡10万人以上 10万人以下的小片时他就不统计了 10万人以上的30年以内 1900到193年总共发生了10次 10次 6次在印度 你看那个比例多高 而且印度一死就是100多万 200多万 至少几十万这样子一年 所以印度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国家 那后来在1902 有一个世界疫苗的一个 我们叫它世界疫苗支付 1902年他发现了那个 也说他发明了 发明了那个鼠疫的疫苗 跟霍乱的疫苗 他后来研究讲了一句话 说印度会爆发鼠疫 会经常这样扩展这么快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他宗教狂乐 他们把宗教圣典聚会 当成一个很欢宜 向神敬献的一个时节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来 唐山上去印度起经的时候 西天起经 讲说印度有一种 在恒河里面洗澡 叫无遮大会 没有遮掩 根本不穿衣服 不穿衣服 跳到恒河里面 拥抱在一起 在那边洗澡 这是向神最高的一个礼劲 所以他说宗教狂乐 或者是印度发展这种所谓疫情 不可救赎的一个现象 我们看这个宗教狂乐 印度狂乐到什么程度 我特别提几个真实的案例 真实的故事 在1999年 你现在才二十几年前 1999年 印度有一间庙 是这种庙 叫机车庙 这是庙里面拜什么 拜机车 我都拜 拜机车 他们那个省什么都 他宗教狂乐到里面 我之前看印度有拜老鼠 所以有很多的老鼠在那边 跑来跑去我就觉得不得了 对 老鼠那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今天没有 他们狂乐到拜机车 这个机车更扯了 这个机车是什么 机车是在刚才讲 1999年的时候 他们印度有一个人 这个叫欧巴纳 欧巴纳 欧巴纳骑了这部机车上街 结果不小心 那个机车撞到树 撞树 这个人就死掉 死掉他的机车 就滑到那个跟他人 整个滑到旁边一个 撞树又滑到旁边一个大排水沟 然后后来警察过来以后 就把这个机车 等于算是证物 把它扩留到那个警察 警局里面 对 结果第二天晚上 他扩在警察局外面 在第二天早上醒来 这个机车不见了 有人偷气口 对 这个算是命案的证物 虽然是意外 也是算命案之一 证物怎么可以消失呢 后来就开始找 找了三天 在哪里找到 在他原来跟他的主人 摔死的那个大排水沟里面 回到原点 又回到那边 回到原点 对 警察说这个恶桌剧太糟糕了 有人来搞恶桌剧 对 结果后来就把这个车子牵回去 牵回去这一次就放在外面 放在警察局里面 还用铁链把它练起来 绑起来 看谁还来偷 对 结果第二天照样消失 第二天还不见 到底已经捆成这样了 对 捆成这样还跑掉了 跑掉以后警察局想这次 我直接又回到原点去找 果然又在那边 又在那里 所以他们印度人讲说 这个机车是通灵 他们把它形容说 这是一只中犬 像狗一样 狗对主人很忠心 就像我们十八王公的中犬 对 他会守在原地 主人过世的地方 他会守在原地 日本有很多这种案例 他们说这个机车 就是有灵性的机车 所以后来就把它供在这个庙里面 帮他盖了一座庙 这个机车 这个每年去的人 也都是几百万人去拜 对 很多人 对 尤其上班族 交通安全本要骑摩托车的 印度机车组很多 你都会去拜 这是机车 另外刚才讲说 他们的狂乐还有一个 这是在旁车谱神的一个神庙 你看这个神庙上面 这一支什么 这一架飞机 这个飞机庙 拜飞机 刚拜机车现在还有拜飞机 你看他们这个很多现花 这个飞机在这边 拜好几架 这个庙里院的情况人很多 这是要拜什么 这个拜机车我还可以提亮 观光旅游 你常要出国 要出国 国内国外线的 你要经常出国的观光旅游的 保平安 拜飞机 所以他们那种宗教的偏执跟狂乐 其实超乎我们的想象 所谓190那个瘟疫之户都会讲 印度这种扩展的这种东西 我们不能用一般的常理去了解它 那另外我特别要讲是印度 印度它其实有一种 我们讲说宗教 它影响其实东南亚地区 尤其是中国 东南亚地区的国家 泰国 緬甸 马来西亚 影响得很深 这种宗教狂乐 那以前有一种记录说唐山藏 经过青海通天河的时候 曾经在印度的很多宗教的书籍 大圣的大圣佛教跟所谓一种秤书 我们讲说一语成秤 秤岩那种 秤岩有点那个比较特别的一种味道 其实说这种秤书在通天河里面掉了 掉了里面其实是教导什么 教导我们讲的茅山稻树 讲的那个苗疆的那个乌骨 或东南亚的什么降头树 所以东南亚降头树 其实跟中国这种茅山稻树 以及这种苗疆乌骨 它其实是来自印度 所以印度这种传播很广 那我们特别讲说马来西亚 其实曾经有一个案例 非常经典 在1970年代 所以老别人大概都知道 1970年代这个案例 当时说在那个马来西亚中部 有一个地区叫怡保 怡保我们去玩的时候都知道 怡保烧鸡嘛 很有名吃怡保烧鸡 那当时在1970年代 这个怡保车站 怡保车站外边 有一个摆摊的老妇人 一个妇人 不是老妇人 一个妇人摆摊 那这个妇人很奇怪 大家过去 他做的烧鸡很好吃 生意好到不行 所以怡保烧鸡很有名 但这个妇人长得又胖又矮 但主要是他脸五官长得 奇丑无比 奇丑无比 那个牙齿整个是黑的 又咬槟榔 对 鼻子是塌陷了 所以很难看 但是他旁边有几个小孩 在帮他忙 那几个小孩长得很漂亮 是混血儿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当时在1970年代 就有一个法国的 一个年轻小伙子 他是一个工程师 派到那个马来西亚这边 去做铁路工程 后来有一天他经过这个火车站的时候 看到这个医保烧鸡 他想去买 结果一看到这个卖烧鸡的这个女人 又胖又丑 长太丑了 又对刚才形容的脏脏的感觉 那个像巫婆一样 他看得很不屑 就对着那个女人 吐了一口痰 不买就不买还吐口水 对 这个法国人就有点糟糕 结果他这个法国人就走了 走了以后这个妇人瞪了他一眼 这个法国人就上了这个医保车站的火车 他往基隆坡走 怡保到基隆坡大概一百多公里 但到中途站这个法国人突然间 自己莫名其妙 他本来是要到基隆坡 他在中途站下车 下车又一路赶回怡保 做了一件事 你没有办法 他去干这个卖烧鸡的这个女人求婚 刚才觉得人家丑而已 走到半路就觉得 我要跟你吵 这太夸张了 对 求婚 求婚以后这个女人也同意 所以我们就先同期嘛 结果后来就生了几十年 一直到后来都生了很多小孩 刚才讲他身边那几个分析 其实是这个法国人 那这个法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子 后来他家里他在法国 其实有妻子 有儿女 就后来他妻子跟他家人的父母 就赶到怡保来说 这个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要拿他回去 他打死不肯 他说我现在难得碰到这样天下第一美女 他眼睛纹地了 对啊 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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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后来大家就觉得有问题 所以后来当时马来西亚的那些 所谓的巫师 就跟他讲他已经中到酱头了 就把他带去看 后来说对 因为他们说他当时对这个女人 配一口痰的时候 配那一口痰 那一口痰被这个女人用小刀片把它刮 刮起来 他是做酱头用了 而这个女人他的老爸 就是大马第一巫师 排名第一位 所以他的法力高强 就下了酱头以后 他做到一半就赶回头去 就去娶她 那后来你知道这法国人 他老爸跟他妻子说这不行啊 一定要拉他回去怎么办 但马来西亚没有人敢帮他结这个结酱 人家老爸第一巫师 对 得罪他老爸得了 说马来西亚巫师全部大家不敢接这个案子 就后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把他带到跟这个跟他这个女人讲 讲说你们这样同居也不是办法 他有妻子嘛 那他妻子觉得死心了 同意跟他离婚 所以要到法国领事馆去办这个手续 这个女人一想 合理啊 对 合理 好让你去影视馆办吧 结果就连夜把他送到新加坡 把他一下隔壁新加坡 到新加坡找一个巫师帮他结酱 结果这个巫师后来为什么说 刚才讲说他为什么后来跟这个女的在一起 因为这个巫师讲说这个酱不是不能解 但解了以后对这个人不好 因为他现在整个已经生活在这个 很快乐像天堂一样禁地之中 他认为这个女的是天下第一美女 他这么爱她 愿意跟她在街路上卖烧鸡 而且孩子也都生了 所以他说既然他生活在快乐天堂 就不要把他拉回到现实的人生 回到现实很多东西他会破灭掉 他就很难活得很好 所以后来这个人 这个巫师跟他讲这个酱 他也是一样不解 我们不知道是真的不解 还是因为怕大麻地义巫师 后来很见就没帮他解 所以这个华国人还是又回到这个医保 跟他共同生活几十年 这是老一辈最经典的一个案例 所以我们讲说印度让宗教狂乐 他们其实影响首级不只是印度本身 当然也要也是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其实中国的民间有很多号称 可以强生治病的偏方 其中就有一个是毒蛇泡酒了 但是最近黑龙江有一名男子 他就开启了浸泡一年的毒蛇药酒 既然被这个药酒当中的毒蛇 跳出咬伤了 大家都非常惊讶说 这个药酒里面的毒蛇 不是已经被浸泡了一年了 怎么还活过来 我们以前常常听到人家讲说 人会死而复生对不对 这个故事常常传说 现在看到说这个毒蛇也会死而复生 过去怕人 这怕死人 对不对 之前就是有个黑龙江一个男子 就是因为他的儿子 脸上都长痘痘 长很多青春痘 以前人家讲说这个毒蛇蛇毒 对于什么制风师解毒 或者是解解什么东西的话 很有效对不对 解热解毒很有效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听了人家讲 买了三条毒蛇 而且越毒越好你知道吗 一般的蛇还没有那个疗效 所以你看夜市以前不是常常喝 那个蛇毒 有没有 用高粱酒弄到蛇毒 喝下去 马上你改冬 改什么 替来清淡淡淡淡淡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讲 中国大陆也一样 买了三条毒蛇 把它泡在罐子里面 而且他就告诉你说 你要泡一年 一年到了对不对 他就急着要赶快把这个毒蛇 打开那个罐子打开来 要喝那个蛇酒 那之后一打开之后 三条毒蛇开始滑跳跳了 他刚开始戴手套对不对 第一条毒蛇 跳出来之后他把他抓住 把他放回去对不对 一放回去第二条毒蛇 就往他手上就一咬了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送到医院赶快打那个血清解毒 那个医生才讲说 为什么前一阵子 三个月前 同样也是一个女的 也是因为被毒蛇咬了 送到医院来 他们讲说那个女的情况不一样 是因为 他是因为风湿痛 所以是买了一条毒蛇 放在那个酒里面泡 之前还有一个消息是从广西 广西是抓那个眼镜蛇 有没有 整个泡在里面 那个广西那个还比较好 为什么 他蛇酒已经喝得快完了 他啾 他一直喝 整个人喝完 我想说我用那个丁 进去把它拉拉 把那个毒蛇拉拉 再加一点酒再继续泡 对不对 它拉拉拉 那个眼镜蛇跳出来 我就把它咬到 而且那个女的还真的很倒霉 喝了一罐酒之后 就被毒蛇咬死 后来大家研究说 这个蛇不是泡进去的吗 怎么一年 两年 三年之后 这个毒蛇还能够活 大家就很奇怪 泡到里面不是泡烂了吗 后来科学家就开始 帮大家来解惑 为什么 因为毒蛇平常 它冷血动物 对不对 它平常就会冬眠 对不对 你把它放到这个罐子里面 如果没有完全密封的话 是有空气会慢慢会渗进去 对不对 那它就有需要它的那个空气 氧量够了嘛 它就呈现那个什么 冬眠状态 是 一整个咬下去 你以为它死 它没死 其实它是在冬眠 是 等到你打开空气一进去之后 你就把它唤醒了 它当然会咬人嘛 那另外一个方式是说 你这个酒浓度要够 你不是说随便的白酒 什么米酒 不行 浓度要超过百分之五十几的酒 才有办法把它的蛇毒给清除掉 而且更夸张的是 你在盖的过程之中 绝对要紧闭 密封 对 有些人是泡的时候 把这个舌头有没有 没有烟盖在里面 所以这个舌头露到酒外面的时候 它就开始呼吸之后 所以它没有死亡 它是在冬眠这样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 这个蛇 久了泡在酒里面 它还能够复活对不对 哈萨克2018年真的出现一个 人死复活的那个怪现象 你知道吗 这个后来去研究之后才发现 它不是真的复活 这是哈萨克一个男子 叫舒普加里夫的对不对 他跟他家里面的人讲说 我要去外地工作四个月对不对 可是他才出去两个多月 他们家里面的人就发现说 住家附近有一具腐尸 看起来怎么跟这个 这个舒普加里夫长得很像 他们讲说不是去工作吗 怎么会沉湿在这边 所以那时候法医来就想 好 那我们就验看看 到底是不是这个男子 验DNA 验DNA 就把他的指甲挖一块起来 就回去开始验DNA 验到之后 他就确定说 因为鉴定结果出来告诉你说 百分之99.92是相似 这样就是了 对 用在家里面的人的比对 基因序列一比对后 就是他了 99.92 对不对 可是过了几个月之后 这个男的跨跨跨又跑出来 你怕死了 他妹妹就验成这样不是 还帮你办的葬礼 还这么疑似于大哥 你怎么突然间跑出来 后来人家在讲说 这个DNA检验在采样的过程中 你可能稍受污染啊 简体不对啊 或怎么样的时候 是造成一些比对不正确 而且刚才讲说 99.92 对不对 还有 听众想要邀请您一起加入 YouTube会员 每个月只要两到三杯 手摇引的价格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频道的 专属会员 拥有专属于你的徽章 同时你还可以观赏到 我们为你做的独家影片 欢迎一起来加入 支持我们为大家创造更好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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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